主料,面粉80克,色拉油35毫升,白糖5克,红薯180克,主料,生鸡蛋黄1分之1个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50克面粉,5克色拉油,5克白糖,小续盐混合在一起,加适量水克成水油面团,将30克面粉,30克色拉油混合在一起, 搓成油酥面团,两种面团合好后,盖爆鲜膜烧醒几分钟,红薯用微波炉高火微熟,去皮,用勺子碾成泥,将油酥面团包入水油面团中,收口包好,收口向上,按扁,盖成长方形薄片,从一砖卷起,卷成圈,分成六等分,取一分小剂,两砖收口到中央,成圆形,按扁成面团, 取30克红薄线团,成球放在上面,像包包子一样,包好红薄线,收口向下,将生皮摆在烤盘中,在表面刷蛋黄液,烤箱预热180度,烤盘入烤箱,中层,烤20分钟,取出,烹饪技巧,可根据自家烤烤箱,适合调整温度与时间,看表面上闪即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